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1月6号国会暴乱发生前 川普韩家人听着音乐 看着一幕画面中的大批川粉涌上街头的景象 似乎非常满意 小桃的女友更对着镜头跳起舞来 这家人似乎把撕裂美国社会当成喜事般庆祝 这一幕也和后来酿成无死的国会暴乱冲突 形成强烈对比 川普篩弄暴力的行为 连同党议员也看不下去 表态力挺弹劾 民调也显示近六成的美国民众 要川普立刻下台 众院议长佩洛西进来动作平平 先是提出宪法25条修正案 允许副总统或内阁官员提交书面证明 撤除总统职务 但显然彭斯对此没有兴趣 于是佩洛西转向 最快下周一启动弹劾川普程序 好 事实上当川粉冲进国会之后 留下来的现场是一团混乱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人他被大家肉搜出来 叫做巴奈特奥 他冲进去之后 大喇喇坐在佩洛西的椅子上面 还翘脚呢 而这些人是把佩洛西 演讲的讲桌讲台 也给搬走了吗 再来看到 这是佩洛西的私人信件 被拿在手上来把玩 好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桌子上空荡荡的 佩洛西的笔电到哪里去了呢 这笔电如果是被川粉给带走的话 恐怕事情就大掉了 因为里面可能会有 这个佩洛西他们民主党 很重要的一些政党的文件 会议的记录 这流出去的后果 会不会比我们总统府 五月份的时候流出来的秘件 这个后果还要更加的严重呢 好 我们来看到很多人就联想起了 过去了行政院的大门 当时太阳花的时候 就被这些学运人士 给整个都拆掉了呢 好 我们来看到 甚至是有人冲进去之后 在行政院的贵宾室里面 拿着行政院的杯子喝茶 开心地打卡 他说安安 大家好 我们看起来像报名吗 好 来看到 甚至是跑进去之后 把人家的沙发椅拆到 只剩下椅垫而已 好 肖佳琪说 他的太阳饼被吃到 只剩下一盒 甚至是行政院里面 很多人还发现说 有零钱短失 难道也是被学运的人 给拿走了吗 好 不过我们看到 这样的情况呢 很多人就说 是不是背后 其实川普根本就是在 煽动他的支持者呢 我们要请教一下董哥 你可以看到 刚刚这个川普的一个 最新的画面曝光了 他要出去煽动 他的支持者之前呢 其实他心里 是非常兴奋的耶 完全和后来的五人死亡 有非常严重的一个对比 但到现在 民进党政府 还是不敢谴责耶 所以到底是在挺美国 还是在挺川普啊 其实我们看到 现在民进党政府 他碰到这情况 让大家想起的 就是太阳花 那太阳花 那时候占领立法院 又攻进行政院 大家可以看到 那时候谴责的人很少 台湾是一个完全民粹的 后来呢 太阳花这一套手法 又被用到香港的反送中 反送中 这些人在街头上烧杀乳类 甚至还用砖头砸死人 他其实看到了行径 美国 欧洲这些先进国家 没有人谴责 然后最后他们攻进了立法会 进入立法会以后 美国众议院的一长裴洛西说 他看到最美丽的风景 我们欢迎美国有更多 这种美丽的风景 最好所有地方的做议会 全部被攻占 大家来看 你今天碰到的情况 其实是一个最大笑话 美国现在变成让大家非议 和看不起的国家 为什么会变这样 因为显错了一个总统 他们显错总统 只显错一次 我们已经显错两次了 那看到了 这些作为民进党 现在不敢讲话 民进党过去鼓励太阳花 是怎么鼓励 他们在立法院 让太阳花进去以后 帮他们守门 然后甚至要带一些 国际的媒体进去 还跟警察吵架 甚至还出手打警察 这个人是林黛化一言 后来法院判无罪 因为他说这个叫做言论免责钱 什么法官会做这样的判决 大家其实心里都很明白 我们的司法 然后跟民进党这样搭配 那现在民进党碰到了 美国国会这个事情 他已经让大家看破手脚了 原来过去挺你的美国 他其实挺的 就是你们这些民粹的台独 我们看到了这些情况 大家会觉得这样的类比好不好 当然很正确的 我们也看到什么叫做暴力 全世界都不会同意这样的行为 当川普还在鼓励的时候 很多人已经觉得不对 等这些暴徒进去的时候 大家都来谴责 然后各国 大家的行径其实都是变得很正常的 变得很理性的 那当年去太阳化的时候 你们为什么没有谴责 当进入香港立法会的时候 你们为什么是鼓励 我们已经看清欧美这些国家的 违金子 他们的稀微 可是我们更看到蔡政府 他的稀微更是不可想象 他现在不敢 随着这些先进国家去指责 然后也不晓得怎么去讲美国这件事情 因为这些年来 他受到川普的好处很多 川普甚至帮他赢得了 2020年的选举 那蔡英文现在 真的 一则以喜一则以忧 保护他的人下台了 下台之前 还有很多回马枪 包括这两天的联合国大使 又要来访了 那这些其实都没有很震荡的理由 可是今天民进党碰到了 他该偿还了就要还 民进党偿还了除了美术 民党偿还了除了金火 接下来是不是还有煤炭 那我们大家都在睁着眼睛看 好 所以接下来到底还会怎么发讲 让大家都觉得很担忧 但是眼看川普马上要被弹劾了 他的困兽之斗 是不是接下来无力回天呢 但最后还要丢一个深水炸弹送台湾吗 蓬佩奥宣布要解除和台湾交往的限制 立文这到底是爱还是伤害 不过我想当然他们在做最后的困兽之斗 但是离1月20号交接以身下没有几天了 这中间杀出来这个国会的暴动 其实让川普深受重伤 他本来还得意洋洋 大家看到之前的报道 他还在那边鼓动他们 结果没有想到当国会暴动非常的严重 一发不可收拾的时候 川普马上归缩 而且马上划清界限 在事情事发之后 他也立即承认自己的败选 接受拜登的当选 换句话说 川普是灰头土脸 他已经认输 否则他很可能会被叛乱罪给被抓起来 但是蓬佩奥还在继续的抗议当中 而且川普的放弃并不代表川粉的放弃 这些已经非常激情的 非常希望看到暴动 希望看到美国内部出现战争的川粉 还是继续的在扬言不惜的要来发动内战 我们来看一下川粉的说话 所以你看到川粉的这样的谈话 他已经不在乎川普是不是继续能够当总统了 而是要在美国内部发动战争 这其实依照美国的法律 应该违反了国土安全法 可以视为恐怖分子 及时的马上把他抓起来救罚 所以说川普已经龟缩了 但是蓬佩奥呢 我们看到呢 过去台湾关系法的规定 美国的行政部门呢 他呢台湾跟台湾之间的关系 是由我们所熟悉的 美国在台协会AIT 来进行相关的处理的 好 那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呢 他居然在1月9号的时候 宣布说要取消中美台美断交了以后 美台之间的交往限制 这是根据台湾关系法 而里面包括了对台交往准则 备忘录里头所规范的 比如说我们的总统 副总统 国防部长 外交部长 行政院长 是不可以到美国访问的 因为他们高度的代表了 一个国家的主权 所以记不记得那时候李登辉 到美国去访问 到康乃尔去演讲 就带来了1996年的台海飞弹危机 好 那但是呢 即将要就任的拜登团队 他是怎么看待两岸关系的呢 虽然川普 虽然蓬佩奥还不放弃再打两岸牌 但是拜登呢 已经很清楚地表明 他对于两岸的立场 是要致力地落实台湾关系法 以及一中政策 是没有可以怀疑的空间的 好 拜登这么讲 那现在庞贝欧做了这样的一个宣誓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拜登会延续 庞贝欧这个国务卿 所作的宣布吗 还是视而不见 所以呢 台湾我们就只爽这十天而已 十天能干嘛呢 好 那这十天当中 蔡英文有可能正式地到美国去访问吗 访问谁呢 访问这个要下台 被全世界臭骂的川普吗 蔡英文能去吗 好 双向元就是我们驻美国的 过去我们驻美的大使馆 台湾的大使馆 有办法升起中华民国的国旗吗 照理讲 萧美琴就应该赶快现在每天升了 对不对 不是跟台湾很好吗 其实旁边玩这个干什么 川普如果有诚意的话 就直接跟中华民国复交就好了嘛 不是干嘛还来玩这么多的把戏呢 然后接下来就像我刚刚说的 难道我们的国防部长 我们的外交部长可以互相来访问吗 大家的问题一大堆 只剩十天了 到底有没有什么意义呢 拜登会把你当回事吗 还是这是川普做困兽之兜 还是蓬佩奥想要自己下一次问鼎白宫所做的铺陈呢 好我们来看一下 美国大家非常熟悉的智库学者葛莱怡 他也发表了他的评论 葛莱怡就说了 拜登政府是很清楚的肯定 不会乐见川普政府最后几天做出这样的政策决定的 好 如果这些限制妨碍了美国拓展 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关系的话 那这个川普 就说这些限制美台之间交往 限制对台湾的这些限制 如果妨碍了国家利益 那川普早就应该把他给取消了 那如果没有的话 川普现在在做什么呢 好 那AIT的前处长包道格就说啊 除了短暂的象征性之外啊 对台湾没有任何好处 包道格讲得非常的清楚 没有悬念 这对台湾没有任何的好处 不要想打擦边球 好 老共的反应呢 新华社正式的反应是说 哎呦 川普你打台湾牌无下心 真是用心歹毒啊 但是老共真的会 落入这个圈套吗 造成两岸之间的紧张 甚至于战争让川普 可以延续他的总统命吗 环球时报总编胡习近啊 这个大家熟悉的大鹰派啊 就说台湾政权末日 倒数的起始已经开始了 这是丧心病狂之举啊 蓬佩奥如果敢在任期内返台 哦 那蓬佩奥要不要剩下十天干脆 不要叫那个什么联合国大使来 旁边又自己来好了啦 哦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说啊 环球时报说 解放军的战机会在第一时间 飞临台湾上空 用前所未有的方式 来宣誓大陆对台湾的主权啊 如果台美胆敢做这种 过激的反应的话 就很可能会触发战争 好 用战争来恐吓台湾 但问题是说 我相信北京也没有那么的 疯狂 无聊 明明知道剩下十天意义不大 拜登已经再三的宣誓 回到原本的常轨 他们美国一向承认的 一中政策上面 所以这十天 台湾到底要不要配合演出呢 我们应该要暗爽吗 还是呢 在这整个全世界都在看 川普团队笑话的时候 我们要配合 然后我们要跟他一起走终吗 原因 我觉得台湾还是冷静一点 度过 低调的度过这十天吧 不要太把庞贝欧这件事情当回事 不过这时间台湾其实已经很忙 因为我们接下来马上要接待 一位大使来到台湾了 我们来看到这个是谁呢 他是这个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 叫做克拉夫特 他在1月13号到15号就要来台湾了 好 事实上1月20号拜登就要上台了 所以他不是一回到美国 马上就卸任了吗 到底来做什么呢 有人说是来害台湾的吗 好 在联合国的任内 他其实从来没有正式提案来支持过台湾呢 只有在一次受访 有一场演讲 还有一些个人的推特上面 曾经有发言肯定台湾的努力 他只肯定我们的努力而已吗 好 有人起立他的身份说 他是美国近代史上第一个 竞选金主出身 而不是相关专业的驻联合国常任代表 那么CNN说这是一个极弱的选择 好 所以他这个时候来台湾做什么呢 好 这位是弹大的院长包正豪 他说克拉夫特在担任外交工作之前 从事的是企业咨询还有政治募款 他先生是美国的煤矿大亨 到台湾这个燃煤发电量超过了四成五的地方来 不免让人有所联想啊 好 林郑杰啊 这个绿营以前的过去啊 这个早年的同志啊 现在看起来已经是不同志了啦 美国驻联合国大省来台湾毕业旅行 有落地接待 要豁免他的检疫隔离了 那么我们不买一点 煤矿似乎是招待不周啊 接着川普是不是要来卸票了呢 好 来看到AIT的前助长杨苏帝 他说啊 在一个跛脚政府即将下台的最后几天 派一个高层来这个到台湾 简直是太奇怪了 而且这个时机点其实非常的糟糕啊 好 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汉庭了 CNN说啊 这个克拉夫特是美国近代史上 第一个金主出身的联合国常任的代表啊 而且他根本从来没有提案支持过我们啊 那台湾这么挺川普 难道不会得罪拜登吗 对台湾真的是有好处还是有害无力呢 这个时机点是不是真的很糟糕 为什么过去四年不做 那现在要做呢 我们不买点煤矿是不是招待不周啊 民进党林赫敏讲说 哎呀 不欢迎他来就是所谓的反美 但实际上并不是这个样子 因为发现就连美国前AIT的处长 也说这个时机点来的怪怪啊 好 那么欢迎克拉夫特来台湾 这其实是非常见数不见铃 以管亏报的这个行为 乍看之下 似乎对台湾有利 然而实际上完全都不是 大格局来看 川普在败选之后 做的最重要的两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为自己捞取更多的政治 甚至是金钱上的资本 第二个呢 就是想办法留个烂摊子给拜登来收 也就是挖坑给拜登跳 那尤其是在中美两大关系之间 那川普使了非常多的力气 所以前一阵子 他败选理论上 是不能够在外交上有任何创新的作为 但川普完全没有在管这些 对支付宝跟微信下了种种的限制 也加强了对大陆的企业的限制 也加强了说大陆的官员不要来到美国 那么挑拨香港的关系 分化两岸的关系 所以这一系列的动作 包含解除所谓台美的这个交往限制 都是川普为了要给拜登留下烂摊子 而所谓的扰乱中美关系之间 然后所使出来的一环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真的台湾不需要太高兴 因为这是人家的筹码当中的其中 一小步而已 好 那么就算他来台 假设我们是一个绿营的支持者 针对他来台这件事 也应该要非常不高兴的 为什么呢 因为首先他对台湾非常的不尊重 宣告克拉夫特来台这件事情 他不是一个单独的记者会的发布 甚至也不是单篇的新闻稿 他是在讲香港议题的时候的第三段 才留个两行说 克拉夫特要来台湾 那非常不尊重台湾 你为什么不能够单独的来报道说 这个人真的要来台湾了 我们大张旗鼓 稍微做个宣传跟欢迎 所以第一个非常的践踏台湾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他来的时候 他也说一定会遵守一中政策 那绿营的人听了 应该也是不是很高兴 他也讲自由中国 FreeTrain 绿营的人听了 应该也不是很高兴 好 那么最重要一点 就是说这个当初啊 这些美国的这个阿扎尔跟克拉克来台的时候 人民就很紧张说 未来是不是要开放毒株了 那么当时的外交部长吴钊燮说 绝对不会开放美株 结果呢 大家都知道了 那么这一次克拉夫特来台 那么同样的 就是大家又问他 是不是我们又要买煤炭了 那吴钊燮最近也表示说 绝对不会买煤炭 你信吗 我是觉得不是很能够相信了 好 那么另外 至于台美的交往解除限制这件事情 也是划而不实 为什么呢 因为首先只剩十天了 民进党不可能派高官去到美国 那么到底川规会不会败谁 这就是川普他对于拜登所下的提高的门槛 我对中国大陆做出了这么多新增的限制 我对所谓台湾加了一些友好的这些条件 你如果不跟 那么拜登你就是我选前骂的中共同路人 你就是亲中 那么如果你跟了 那么你拜登就是我川普的跟随者 表示我川普领先你 我骑高一柱 这是川普的政治算计 那么拜登上台之后 虽然他不太可能重新去加上这个限制 但是他完全可以不邀请台湾的人 虽然我没有禁止你来我家 但是我没有要发邀请函邀请你来我家 对吧 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所以拜登上台至少在前一年的时候 他完全不会跟民进党有任何官员上的互动 你要来台湾 你要来美国可以 你一样先到别的地方 不见得要真的来到华府 因为对拜登来说 如果真的立刻邀请民进党的人来到华府 那表示什么 表示我是听特朗普的话 表示我是听蓬佩奥的话 所以高明的拜登 必然也不会在这件事情上面 跟随特朗普的脚步 台湾人真的不必太过高兴 不过看到了川粉冲进国会这件事情 台湾很多人在敲碗 敲碗做什么呢 要请一个人出来讲话 在等哪个人出来讲话呢 答案就是林非凡了 所以林非凡被读到 他还是说了几句话 他说国民党在这个时候去消费美国盟友 把川粉的示威拿来跟太阳花学运相比 证明国民党根本就没有办法理解太阳花运动的意义 这是不当的类比 听到他说的话的时候 很多人是不太以为然了 国民党的李德韦就骂他说 美国人进去是挨子弹 林非凡出来则是零九万 敢问公子有错吗 朱学恒说我来帮大家翻译一下 林非凡说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说是的绝对不同 美国入侵国会的热血青年都被抓被起诉 有的还被打死了 但是呢连共和党都谴责他们 而我呢变成了党的样板了 为党宣传升官发财 再也不提议社会正义啊 好那么朱学恒还加码问说 假设今天呢是前总统马英九 因为莱克多巴胺的表决输给了民进党 率重冲进立法院 难道民进党不会把他给活活打死吗 网友就说 最没有资格讲话的人还出来说 看来应该是九万不够用吗 还有人说哇真的是双标啊 好在这个时候却传出说 难道这个林非凡马上要出来选新竹市长了吗 好这个叫做含黑父母不崩溃的 这个脸书粉专就做了梗图了 好说川粉呢在国会暴动丢工作 因为美国企业就开除了闹市的员工啊 但如果在台湾的话不止零九万 还可以出来选新竹市长吗 传言林非凡可能会空降 网友也这个很多人马上就跳出来说了 哇零九万要选新竹市长啊 天哪民进党都没有人了吗 还有人说如果说像这样的咖也可以当选 那还真是没救了 这考验着主客人的智商啊 好知名的经纪人夏春勇他说啊 对台湾和香港而言 美国把闯进议会的人啊 都叫做民主斗士 而在美国本土却称他们叫做暴徒啊 到今天我才知道 原来暴徒和民主斗士是一样的解释啊 难道这就是美国吗 好我们来听听看夏春勇他怎么说 蔡英文扒川普扒 扒得有点难看有点离谱啊 因为我不讲了吗 川普根本就是个 就是你明明知道他是 蔡英文知道我就傻子啊 我们谁都看得出来啊 他怎么会看不出来 现在全美国从总统开始 到各国领袖 连欧洲 连英国最支持他的小老弟 都说那些是暴徒 那民主斗士跑哪去啊 原来民主斗士跟 这个民主斗士跟暴徒啊 原来是花上等号的 蔡英文跟川普两个是 真是拜把兄弟啊 他们俩真的是拜把的 连他们两个作为几乎一模一样 所以我觉得那个川普下来之后 他应该找蔡英文 他们俩合图一个党 叫做共和民主进步党 好我们要请教一下高委员 其实这一次美国国会被闯入啊 几乎是全球都骂他们 这是暴徒啊 但台湾把闯进国会的抗议人士 就当成了英雄 这个差别到底在哪里啊 其实美国这一次闯入国会 是为了川普个人 包括说对于整个民主选举的过程 或是等等有所质疑等等 那所以很多人认为是川普去煽动 那整个过程中 其实没有得到多数美国民意的支持 连川普自己共和党的这些议员 都不认同也不支持 但是相较之下 太阳花学运当时是在民意高度的支持之下 这些年轻人他们有公民不服从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 认为说立法院仓促通过的这种 对于服貌协定等等的这些 有意见所以冲到了国会去 那所以当时不管从太阳花学运的 整个历史背景 还有当时的这些社会舆论的氛围 还有国际媒体的关注 这个跟这一次川普 这个冲到美国国会这些川粉们 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过程跟整个这个受到的关注 跟支持度也完全不一样 所以太阳花学运后来也有了 雨伞革命等等 那诸如此类这些年轻人 大家会认为说他们是关注社会议题 而自动自发的去有一些这样子的 一个社会运动改革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所以大家会对他们认为说 这些年轻人他们是因为 对于国家他们有他们的一些热情跟理想 那对于川粉们是为了川普这个个人 这个我觉得是在目的上跟行为上 还是有一些区别不一样的地方 但有人说反萊猪 现在可是有七成的民意支持 所以如果说蓝营率领的这些反萊猪人 冲进立法院 你觉得可以吗 我觉得国民党自己也要去衡量 到底这个萊猪的议题 他们如果真的冲到国会 有没有正当性 因为毕竟国民党当初也是支持开放萊牛的 那这个东西就是我一直强调说 从国民党到民进党都必须去承担 所以小英总统也说是历任 三任总统都要去面对的 那请国人来体谅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自己也会去衡量 如果他为了萊猪冲到立法院 占领国会 有没有正当性 民众会不会支持 因为一度国民党也想要去 这个占领立法院外面的这些 就是马路啊等等 然后要开这个夜市或是什么 这个后来也是取消了 那我想国民党也是经过一番的考量 立委 夏春勇说 奇怪 美国这个冲进议会这些人 现在全球都骂他们是暴徒了 但是呢 美国当时说 台湾议会这个冲进去的这些人 是民主斗士 难道说对美国人来说 暴徒和民主斗士其实是同样的意思吗 你怎么看 美国人没有讲这个太阳花是民主斗士啊 当时太阳花之所以结束 就是因为美国反对 美国给民进党很大的压力 要求他们要让学生撤掉的 所以其实那时候 美国是反对太阳花运动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我们在美珠外面 这个包围立法院之所以取消 是因为那天爆发了新的疫情 然后呢 陈时中就要用违反疫情 来压制我们 叫我们要实名制 所有的民众 你来参加民进 来参加国民党包围立法院 你要登记所有 你的身份证字号 你看你的姓名 怎么可能呢 所以当时是因为疫情取消的 第三个 要攻进立法院 自从民进党 蔡英文上一次执政之后 就不可能了 大家记不记得八百壮士 因为为了军工教的年金被砍 他们有好几次想要冲进去啊 但是民进党执政之后 就比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把这个立法院包得跟什么一样啊 所有的巨马 蛇龙包了几层又几层 你根本攻不进去了啦 好 我再继续讲 因为我是太阳 因为我是野百合时代的 当时的重要的学运领袖的成员 我讲这句话 不敢有人讲第二个字 不像很多现在民进党的 都说什么 他当时是学运领袖 我当时根本没看过这些人啊 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当过学运领袖 那我必须讲 你说陈吉曼吗 对 你怎么知道 不只他 很多个啦 太阳花运动 要跟野百合运动相提并论 那是根本东施孝平 根本是完全两码回事 所以当时是在一个威权的时代 要求台湾民主化 但太阳花运动 是在一个民主的时代 我给你四个字 叫做无理取闹 然后这一些人 完全搞不清楚东西南北 不知道自己在反什么 就是一个所谓的反中的情绪 然后最后攻入行政院 也是为了这些人 看到林非凡占领包围立法院 变成红了 变全台湾最重要的明星之后 另外有人不服气 想要比他们更红 所以才攻进行政院的 也不过就是一个 非常丑陋的权力的斗争 就是想年轻人想红而已 我觉得美国跟台湾 最大的差别 就是美国人 他已经民主了超过200年 他知道这叫做暴动 而在台湾 包括我们的媒体 包括我们的父母 都觉得只要大学生上街 就有正当的理由 错了 错得非常的离谱 太阳花运动 对台湾的民主 绝对是负面的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在台湾的街霸 对 hè 因 пры刚操 正吃我们在台湾 我 在 我们盖 王 happen ques 倒 写 务 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